字幕提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新年節目 那劉老師在節目的現場 預祝大家泱泱得意一整年 希望今年如同劉老師的 一個分析跟規劃 是非常有行情的一年 一開始我們上半年 新春開紅盤之後 其實應該是在一個 周縣層級揚眉土氣公萬點的行情 關於這個盤氏格局一整年的規劃 其實我在封關之前 其實有幾場的這個演講會 甚至於我們的解盤 就已經跟大家報告 我們抓住每一個利空 切入進場佈局的一個機會 最主要是因為今年包含台積電 包含像這個谷王大力光 電子當中代工谷王台積電 或者是像這個富邦金 今年的基本面真的在第一季 所繳出來展望非常好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的一個盤氏格局 今天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聊 這個周縣三支舞之後 我們剛好全年度的一個行情 要怎麼樣去做一個規劃 為什麼我的測標上面寫到說 其實今年真的有行情 而且如同我先前節目跟大家預告的 有必要的話我認為今年其實 要想辦法去掌握一波做空的機會 對於最後多的投資朋友來講 今年就是要好好的調整股票 一定要把資金集中到 真正會有組成那樣的股票 我認為會有一批一批的股票 在多頭攻堅的過程裡面 分批的開始脫隊了 所以在投資裡面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們資金要集中到最後一根的大盤 一路攻到這個萬點 你把資金集中在這些股票 我認為有一半以上的股票 今年很可能見到一個高點之後 很可能是一個中長空的一個起結點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今天會想去跟大家做分析 在封關之前 其實我從10月就跟大家預告 這一波我們很看好台積電的一個行情 從120塊錢就跟大家預告說 其實我認為台積電其實在這一波 如果組成那樣的過程裡面 是有機會去 如同外資的一個目標下去供180塊 唯一的一個重點是 加權指數成交量也沒有出來 因為在民國88年 加權指數在隔年供101393 其實是由88年台積電 因為展望非常好 帶領大盤先去供這個200塊錢的過程裡面 隔年加權指數就上看到101393 然後今年又是所謂大選年 再這樣低油低原 組成他好健康 這個我的節目都時間跟他預告過了 所以說我認為是說 馬年最後那個位置點 還可以做一個最後的一個向上衝刺 好 其實在封關這個行情 都還是喜氣洋洋的 問題是說新春開紅盤之後 我對於這個盤市的格局怎麼樣看呢 我想一直跟大家報告到說 今年我認為會是一個跳躍的羚羊 行情會非常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有行情 不論大盤 不論個股 類似加權指數 其實從9251漲到這個風寬之前 額外拉開200多點 300多點左右的一個價差 其實如果你懂得買賣點的一個掌握呢 今年其實可以掌握到很多的一個獲利的機會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好 首先我關於今年前年度 加權指數的一個行情來規劃來講 我認為投資朋友喜歡做多投資朋友 要好好掌握今年上半年的行情 好好的在基本面上面挑股票 我的新年期間 我總是會跟大家報告到說 其實今年就是一個把大趨勢定調啦 是一個多頭年 那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你現在就是要怎麼樣去掌握買賣點 就是基本面選股 然後用技術面來去切入這一波的行情 那基本面呢 我想講不清楚 因為我講那麼明白的狀況之下 投資朋友宏達店還是操作不出來 我說基本面選股 基本面來決定股票的一個 價差買賣的一個決定 其實是最乾淨的啦 可是我想就算是我上了10個小時 基本面的解析 我沒有辦法跟你解析說 為什麼宏達店賺了72塊錢 股價卻從700塊錢一路下殺到只剩120 我也沒有辦法跟你去解釋 明明外資在180 300塊錢都調高平等 劉老師為什麼要你賣光宏達店 為什麼基本面明明是 所有消息都告訴你是好 可是股價是殺到120 300塊錢破191 然後急殺到120 所以你聽著電視節目的 基本面的一個分析 都掌握不住宏達店 更何況我365天天在跟大家解 宏達店的基本面 好 為什麼剛好基本面給你的訊號 是多方的時候 反而都是宏達店的賣點 所以我真的不奢求在 過年風寬之間的這個新年節目 要告訴你說 好 投資朋友 其實用基本面的一個分析 你宏達店今年至少賺692塊錢以上了 為什麼TPK229塊全部都是利多消息 反而是TPK的賣點 為什麼外資調降可乘的平等 好 調升紅準的平等 可是可乘反而從230塊錢 噴出到280 獲利40塊錢 獲利了結 然後我們接著去做台積電 其實真正關鍵的決策都是基本面 但是真正基本面的買賣訊號 跟你所接受到的買賣訊號 剛剛好完全都是相反 所以今年怎麼樣在基本面上面選股 這件事情你就交給劉老師 我們的超盤團隊一定會秉持 我們為什麼宏達店幾乎是 兩年是幾乎是真的是全勝 那真正我們背後分析的理論跟依據 除了技術以外最重要的是基本面 但是假設你已經看著 劉老師的節目2年3年以上 你可以發現到我講的基本面講 宏達店你都聽不懂 我真的不期望 我在過年這3集的這個風寬節目 怎麼樣教你去從基本面選股 關於基本面選股 你就是想辦法把劉老師的勾訊帶到 我一定秉持的過去掌握宏達店 這個價差的這個原則幫你去賺錢 好 那技術面今年有什麼樣 重要的關照的一個位置點呢 好 我認為今年為什麼我說 有3000點到4000點以上的行情 會做的話今年其實是一個很好 很好的一個賺錢的一個機會 好 因為只怕沒行情 不怕行情大波動 我認為今年如果要有一個公萬點 所謂的總統大學行情 應該是在上半年 因為價錢指數如果以台灣50來還原起來 為什麼你的時間波轉折都是正確的 那我在我的技術班的別側 其實獨顧9000裡面有交給大家 好 真正的時間波的計算轉折 到底怎麼樣計算 市面上面的所有的技術分析 這個教學全部都是錯了 第一個 時間轉折計算的時間點也不對 好 第二個 那個時間計算的間隔也不對 起算點不對 間隔也不對 那難怪這一波盤是4格局 好 這短短一個多月期間 這1300點的價差 只有劉老師計算給大家波形 是正確的轉折嘛 好 所以我這套技術光碟 除了在個股適用 在宏達電適用 這大盤也完完全適用 好 今年會鼓勵大家 跟著劉老師我們的新春期間 所有的服務人員都還在線上 如果您新春報好入圍手續的投資朋友 我會請我的服務人員在新春期間 快馬加鞭 把這個光碟送給大家 好 因為你如果把真正的技術分析 你學會的話 今年我認為要再去掌握 這個兩三千點或者是這三四千點 我們去頭去尾 2500點 3000點行情 我們把它掌握起來 我認為你只要真的按照我 交給大家獨顧9000的技術分析 好 應該我們盡全力 想辦法把每一波的轉折都掌握到 好 我們已經講過了 正確的時間轉折應該是在9532 而不是這個9859 因為如果你以台灣50 它是追蹤台灣前50大的一個圈子股 它除息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它很能正確描述說 沒有除旋形影響因素之下 大盤真正的高點在哪裡 事實上在9532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波就是時間轉折 大家都抓錯了啦 為什麼是抓這個位置點 你今天終於可以看到 其實9532因為300點 7、8月份的除旋形的因素 真正起算的轉折點在這裡 好 這個型態發展到封關之前 其實台灣50已經越過這68 還原前期之後的一個景限 今年我認為有行情就在上半年了 因為不論法蘭克福指數 不論加全指數 其實這個底型都已經打了7個月 所以要攻就是這個型態測去 航行會一直走完這個測去 三尊頭尖底型完成 所以真的有航行的話 就是在上半年 那為什麼我說有機會 複製民國88年那個台積電 領軍去供10393的航行呢 我的計算是這樣 沒有還原前期之前 好 台灣50的高點 大概是在69塊多啦 還期之後大概68塊4 那還期之後的低點在61塊7 今年如果真的有航行 我為什麼說至少10%以上的行情 是說你把這68塊 減到61塊7 大概6塊3那個空間 好 所以68叫6.3 這個測距會至少看到74.3 你除以這個68塊 大概有9%以上的空間 10%左右空間 好 所以你用9532去乘以9% 大概有機會 對不對 這個9532乘以1.09 就剛好10389 是不是跟台積電 我們所算的10393 差4點而已 我認為這個機會就是非常大了 好 可是重點是 這個行情如果真的上去了 不要忘了我們規劃的是三支五波囉 那三支五走完會是什麼 會是一個中長空的第四大浪 而且由於三支二波的起掌 是一個三角形的壓縮才上去的嘛 從6.857那一波 它是一種側邊形的 但是又複雜型的一個修正 它是用拖時間的方式 去做一個起掌的 好 那所以第四大浪 我們可能會預測會是一個 大巨子狀的535波的ABC 好 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你不懂得波浪理論的意思是什麼 好 但是你聽得劉老師說 測標今年有3000點到4000點的航性 我們就在新春的一開始 就先做好一個準備 那你先聽我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預算 總之該怎麼樣操作 我們在每一個關鍵的變環轉折點 想辦法把它順著盤視格局 一定是賺最快的 有的時候做空真的是比較好賺 但是在多頭的最後一個末端 我們值得我們堅持之前 我一定會想辦法幫你 把這個主聲亂攻萬聯的行情 完完全全最終柱 好 怎麼樣懸故 基本面交給我們 那技術面呢 我希望如果是新入獲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記得跟我服務人員 收取這份DVD的光碟 好 我們邊做邊學邊賺好不好 好 不要忘了 這個3-5走完了之後 還有一個第四大浪 那這個第四大浪的起算轉折點 到底是9043 好 到底是8826 或者是一個真正大四浪 我們所說3-4的起場點在8500 那個高點下來 如果要回來一個四浪回突的位置 其實空間真的很大 好 第四大浪的ABC修正完之後 還有一個陌生第五波 我認為這個第四大浪的ABC 周縣層值上面ABC 很可能搭配的 今年剛好美國要升息嘛 對不對 這個投資金的一個循環 基本面上面 今年下半年反而是會比較難操作 所以我認為真的你要布局 所謂總統大選行情 就是趁著今年上半年了 好吧 第二個是說 今年其實因為扣底稅率減半 所以我認為很可能好的股票要攻 有一個很快速的向上拉抬 應該會真的有行情 因為他一口氣 再上半年把行情做完 可是今年因為扣底稅率減半 很可能會有很大的 期權席跟賣壓 這個我們也會密切幫他追蹤 好 所以今年很有行情 可是又有幾個變數 再去這個干擾 三支吾走完 有個第四大浪的急殺回撤之後 還有一個第五大浪 真正的長度的一個第五大浪 好 所以今年上半年時間 先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其實今年真的很有行情 那只是您會不會去做掌握 好吧 那我們在這個封關期間 入會了所有投資朋友 我說 好 那其實你只要把這個買賣 連不論股票 不論是大盤 我們想辦法秋收通常練武功 封關期間我們所有投資朋友 都會加送給大家一套 這個DVD的技術光碟 你這樣才有辦法了解 為什麼台積電的每一波 的一個時間轉折 宏達電你只要尊重買賣訊號 你已經賺了692塊錢 好 你聽得懂六大師的意思嗎 那宏達電台積電適用 代表每一檔個股 其實也全部都適用的 好 廖老師說 我希望今年是揚美土氣功換點 揚揚得益投資一整年的行情 可是這個行情這麼跳躍 好 我們想辦法 如果是一個多頭上攻五浪 你當然從頭抱到底 我說這個200多點的行情 那沒有錯你是賺200點嘛 好 你台積電從120塊錢 進行佈局到封關前 在150塊錢上下賺30塊錢嘛 好 可是如果說同樣台積電 從130 漲到150塊錢這裡而已 你來回買賣 買賣 買賣 這樣已經累積四五十塊錢的價差 已經多賺一倍啦 你聽得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先休息2分鐘的一下 繼續我們的節目 但是不要忘了 封關期間 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 不論是基本面 我一定會詳實的盯緊國際股市 每一波的脈動跟變化 這關係到新春開紅盤之後怎麼賺錢 好 但是劉老師在用功的同時 你今年想要下定權性賺錢的投資朋友 自己也要做功課 好不好 那這光碟的內容 我們這個九套劍法到底是什麼 歡迎大家直接洽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不好 休息2分鐘之後 再回來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那我認為其實真的 紮紮實實的把一個技術分析 不適用的把它排除掉 然後把每一套技術分析 最精神的部分學起來 比如說波浪理論 有很多多頭轉折的形態 我在這個封寬之前 都已經教過大家了 舉例當初在道瓊工業指數 在回測到17000點 0.618位置點 我們跟大家報告 這個三角形收斂型態 它其實是一個33333的向下洩行 那什麼叫向下洩行呢 為什麼洩行的11塊多的 這個保護身會向上噴出 為什麼150塊錢的TPK 會向上噴出 為什麼只要是向下洩行 道瓊工業指數2月3號 就如同我們預告噴出 2月5號拉高到最高點 那你要規劃一個小二浪回測 好 那封換期間 應該是一個多頭向上的一個波段 好 像我講的 好 當初我們在這個10月份 行情開始起漲的時候 好 廖老師有沒有跟他預告 TPK 郁金光網加 都是一個周期的向下洩行的熱型態 你利空 保護身11塊多 只有2000多張利空進場布局 每一檔後來都是大撞五層 保護身大撞五層出清 郁金光大撞五層出清 TPK 225大撞五層出清 一出清之後TPK擊殺2根跌停板 郁金光擊殺3根跌停板 保護身開始不漲了 而我們唯一流的一檔 是基本面最強的網家 後來大漲到380塊是大漲一倍 好 後來我們在這個新春的這個 從12月份又幫他挑出一檔 全新一批喜洋洋的股票 會取名叫喜洋洋 是因為廖老師已經跟他預告了 在過年期間廖老師突然幫他 注意國際股市幫他挑股票之外 其實我可能每兩個禮拜 封關期間照樣要陪著老婆去做產檢 兩個禮拜一次 今年真的沒有辦法跳出太多的時間 幫大家這個全天6個小時 8個小時技術班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但是這所有精華 我都濃縮在這一份 DVD光碟裡面 那為什麼同樣的選股型態 好 廖老師幫你把這個TPK 玉金光這些獲利了結資金 我們在這個 沒有人看好原相的時間點 70多塊錢 60幾塊錢 第三方支付最強一檔股票 叫Oh my God 200多張成交量 陽明光50多塊錢 也只有200多張成交量的時候 後來我們跟大家預告了 喜洋洋概念股 在封關之前 噴出到70塊 噴出到90塊錢 噴出到96塊錢 可曾噴出到280多塊錢 好 其實就如同我剛剛跟大家講 同志朋友 你今年呢 既然上半年是一個多頭年 就是想辦法挑出全新一批 有實力向下洩行 有大壯五成一倍的股票 這基本面怎麼樣選股 我已經看著一些 反面格局的一個脈絡呢 幫他挑出全新一批的股票 我舉例如果台積量好的話 聯發課其實今年不會太差 尤其封關之前 聯發課已經回撤到這個 我認為可以去追蹤他買訊 又放出大量這個頸線的位階 未來只要這個底型 可以讓他守住 聯發課其實有一個 向上波段的機會 如果聯發課要漲 台積電要漲 一定會帶出更強是一個 噴出向上的主軸 好 那你心目中有沒有爭著 揚眉土系的1號 2號 3號對象呢 好 我舉例 這一波 好 台積電在10月17號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預告 其實我們在這個跌停 這個位置就買 可是我們認為是 緩慢打底期長的第一波 我沒有帶公開會員朋友買 但是我們操盤室的會員 願意放中長線的 我們這邊都開始買了 這是10月17號加減 就在8500點的時候 我跟大家預告 台積電其實主生段 有機率調要184元 但是你要在這個利空買 不要等到利多 12月8號 2天之後12月10號 外資發利多 好 利空買 你賣在這裡是大賺 20塊 你等到外資發利多平等 不好意思 急殺到1月14號台積電 130塊錢 好 但是劉老師為什麼在 1月14號的時候跟他預告 這裡是一個最後吞噬底 像噴出的A 好 我們別這裡沒有講給大家 什麼叫最後吞噬底 你學會這個訊號 你在這裡買10張又大賺20萬了 對不對 為什麼基本面 明明台積電說你現在不下單 第二季以後沒產能 外資會說告訴你說台積電掉單 我卻告訴你說 隔天1月15號可以談 確認1月14號那裡是捷徑了 對不對 結果台積電 2500億元的股本 我是跟大家預告這裡是周縣 台積電2500億元股本 所有人都說不看好 風寬前全資股不會漲 我是跟大家預告 這2500億元的股票會用噴出 會軋空 會跳空 會連續性漲停板向上表態喔 結果沒有想到台積電直接 隔天開插一檔直接跳空漲停 好 一直到1月23號 我們剛好太子期貨是不是在 1月23號9470以上先獲利了結 五成多端全部大撞獲利了結出新 為什麼 大盤跟台積電 別側裡面有交給大家 那個缺口理論裡面唯一有效的是 上跳山空的一個捷徑 這是有參考訊號的 所以你這裡獲利了結一趟 好 來 隔天開始是不是開始注意掉人訊號了 有沒有隔天急殺了一根點停板下來 到1月30號才是買點 好 可是當這個位置點1月30號 你再把第二筆都要買回來 145出新的第二筆都要買回來 按照我們後續的規劃一直到這個 好 2月10號劉老師都要告訴大家 這335波你學會 你是不是可以賺到後續的軋空噴出 來 結果咧 後來台積電如同我們預告 好 噴出到150塊錢 好 這樣兩趟來回價差台積電只漲20塊 你跟著劉老師掌握買賣訊號 連台積電這2500億元股本都這麼活潑 今年會沒有行情嗎 我認為是你有沒有學會方法 這個問題而已 好 那剛好在過年期間 我們唯一只有一年一度在封關期間 好 那才會有的周寧慶的套裝方案 包括期貨選擇權 好 3月2號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才讓他起算會期 跟獨孤九線四套 你唯一在封關期間 才遇得到的周寧慶的這個裝案 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一定後悔 好不好 預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星順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的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